哈嘍 粉絲團的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的車款呢 因為這個禮拜剛好都沒有空開直播 所以今天假日嘛 所以有空檔 就連開了兩次的直播 那這部車是我們最近的 因為我們KT的工廠裡面專程 買了一部六台的 Camry的試乘車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車友們的口碑一致的反應都還不錯 那這台車一樣是六代 這台車是2.0升的 公司的話有2.4的 也有3.5的試乘車 都有不同的版本 可以提供給Camry的車友呢 來做試乘 那今天車友要安裝的版本 一樣是舒適的 因為這部車它本來原廠的避震器呢 其實就相當相當的舒適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把它做得太Sporty 所以這一台我們的版本 一樣是做起來 一樣是相當的舒適 所以車友普遍來說 安裝的口碑都還不錯 那我們也有在社團裡面分享過 那今天的話就在公司的粉絲團裡面 開直播 這個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那其實車友本來就已經改裝 這個品牌應該是在Camry的車友裡面 很多的車友都有改裝 那裝的時間可能滿久了 因為我也沒有詢問車主已經裝多久 那大概有開始有損壞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個是 但是它的結構其實跟KT的基本上來說 是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附統的形式 那上座的話 我也不曉得這個品牌有沒有附上座 那KT的話有附上座 而且KT的話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都能調整 等一下會一一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好了 車主的話 車友本來也有改裝了17吋的鋁圈 這一個2.0的版本 我也忘記是不是有17吋了 那這個是17吋 這也是原廠標準的規格 215 55 17 如果是2.4升的 S版的也有17吋的 那3.5的話 好像一律就是都17吋了 但公司的試乘車 為了要凸顯KT的功力很厲害 所以我們特別把公司3.5的試乘車 把它改到19吋 所以扁平比的話 這個扁平比才3.5而已 所以3.5的扁平比 正常來說 裝了改裝的避震器之後 應該會比較硬朗一點 但是我們也有辦法用19吋的 營造出CAMERY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很歡迎CAMERY的車主 來我們公司裡面來做試乘 像這個禮拜有一位 也是2.0的 也是6代的 車主試乘完畢之後 就立刻也安裝了 那照片的話 我們還沒有分享上來 所以一樣是 那一台好像也是黑色的 禮拜四吧 昨天才安裝的 禮拜五安裝的 好 那這一台後面的彈簧 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這台車主要 改裝避震器之後 好做與否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在後面的彈簧 像這樣的後面的彈簧 這是副桶的嘛 像這樣後面的彈簧一定好做 因為它的外勁大了 所以它的 有回彈之後的 有很大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 一定會好做 那KT為了CAMERY呢 專門在開發了一條很舒適的彈簧 它的彈簧長度滿長的 25公分 那圈徑的話 做得比較大 所以後面彈簧的重點 就是這台車 舒適與否最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彈簧的部分好了 鏡頭可能要拉低 然後往上照 因為今天沒有小編 所以我們請同事一起來幫忙的 可以看到這個彈簧 它的外勁相當的大 所以它的外勁大之後 它的乘坐感覺才會好 那也許有的車 譬如說 一樣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來說好了 Zubaru的車系 Zubaru的GC8 GDB 這些的車系後面彈簧 就不需要用到大捲的彈簧 但Camero也不同喔 Camero它本來的乘坐感覺就很舒適 所以我們如果配上直捲彈簧 那這台車 它應該要有大型房車的舒適感 就沒有辦法兼備 所以這台車我們配置的是 很大捲的彈簧 那公斤數的話 才只有4公斤而已 那所以這台車 我們就會坐得還蠻舒適的 像我們公司的試乘車 是19吋的扁扁扁35 乘坐起來的舒適度呢 也都很OK 那今天的車高 因為本來的彈簧 好像改裝電器有點衰退 剩下1指半 所以等一下的車高 會拉高大概到2指半左右 所以這個高低可以調整 它的區間範圍很寬 軟硬的話等一下再介紹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上部的結構啊 我們因為KD是有總層件嘛 所以連上座都已經組裝好了 所以從這裡開始 上部這裡都不動 那主要調整車高的話 是這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往這個方向旋鬆 如果筒身往逆時針方向轉的話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也就是說 當它調高跟調低 彈簧的預壓縮是相同的 所以不會因為我要把它壓縮然後調高 它的乘坐感覺就變硬 KD的話不是那樣的設計 那個是比較一般 比較廉價一般版本的設計 那KD的話是靠筒身可調 所以它是靠腳管相對的位置 來改變整體長度 而去改變車體的側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相當的寬 那像是這些應該要具備的 這個也不是說嘴的地方 因為現在台灣的邊線性 真的大家進步很多 像這些是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或者是離載串 這些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位置 那這個懸吊系統 前面跟後面 這個四代都還是賣花城 到了七代 也還是一樣都是賣花城 可是到了八代 像現在已經改進口的Camry 它的懸吊設計 後面就不是賣花城 八代的Camry 它的後面已經變成是TNGA的底盤 它的後面的彈簧 跟避震器就是分開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八代的整體的操控性 跟乘坐感覺 跟四代五代六代七代 是不太一樣 八代的話 KT也有做了 所以如果有八代的 我們應該之前有開過直播吧 八代的 如果可以往上翻一下相關的資訊 八代的話也有分享過 好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KT的用料就是很值得推崇的地方 像我們裡面的主尼油 裡面填充最主要的主尼油 主尼油就像一個人的血液一樣 其實佔的重要性 比重是很重的 主尼油我們所使用的油品 是義大利IP的主尼油 那IP的主尼油 有一些很大的油的品牌 它是授權來台灣 能夠再做混裝 譬如說在新竹的湖口 有很多的混裝油廠 還有在台中港五七左右 也都有很多的油品混裝 但是我們所使用的油品不是 我們所使用的義大利IP的油品 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油品 那它的油品很瘦到 如果很熱血的車友 要騎重機的話 有一個義大利重機的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它的前叉的指定用油 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用義大利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像是最重要 有關到避震器壽命的油風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 NOK最棒的油風 這個Camori的車友 應該也很多都是裝 有一個綠色的品牌 叫日本的TEN TEN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耐用度 都有一定的水平以上 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KT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改裝工廠 所以像避震器的防塵套啦 饅頭啦 甚至是一個小小螺絲也好 我們本身就有辦法 來做一個單獨零件的汰換 不會因為這個BNC 可能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有劣化了 就要換一整 真的不用 可以來工廠裡面 或者是到我們的經銷據點 可以來做BNC的維修 或者是耗材的更換 我們都有辦法做這樣的售後服務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阻尼調整好了 阻尼調整的話 是在避震器的上方 來這台車的避震器 要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它的椅背 往前掀 需要把屁股座的地方拆下來 屁股座的地方拆下來 然後這個是後面椅背的部分 要往車頭的方向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這裡避震器的上部 但是這台車如果要調整 車友們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很麻煩 需要把這些東西拆下來 才有辦法調整得到 但改KT的話 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做了一個專用的 延長出來的調整機構 當等一下椅背裝上去之後 這個頭是會裸露在外面的 就可以從這裡來做阻尼的調整了 一樣是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不需要再把這些東西拆下來 就能夠做調整 所以在車友如果覺得太軟或太硬 自己要調整的時候就相當的方便 這裡有一個這台車 連長度的話都是已經設計好 給這台車做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Kemory的 五代、六代、七代 全部的這系列局部零件都是一樣的 我們來介紹前面的 前面的話是副駕這邊 後面可以慢慢復原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這台車我們配的是一個比較舒適 因為常常強調 這台車最主要要訴求的就是要讓它改裝避充器之後 還得要兼顧它應該要有的舒適性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配了一個大捲七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的話不需要在柴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前面的上座跟後面的上座KT都有附 那為什麼要附上座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假設這台車今天介紹的這台車是07年 車齡也大概有12年 如果就算是里長數比較少 那今天要來改裝避充器好了 可是也許有可能時間久了 它的避充器的橡皮也老化了 然後上座的軸層也已經開始有異音了 但是如果還要再拆原廠來沿用 那萬一裝上去的時候有問題的話 那到底是KT產品的問題 或者是它本身避充器上座已經有異常 就很難做一個責任的釐清 所以KT的話在這一台車 我們前面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萬一啦 萬一車有一裝上去的時候 有問題有異音的話 那責無旁貸就是KT的問題了 所以在責任的釐清上呢 就有這樣的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 當技師在安裝的時候呢 不太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因為像後面的上座好了 它要拆下來的時候 還得要彈簧壓縮器 把彈簧做一個預載之後 才有辦法把上座拆出來 那拆出來之後不是只有上座 它上座的話 像前面的話其實是有一個卡準 是有一個方向性的 萬一前面上座方向性裝不對 後面的軸套格套沒有裝上去的話 那這些都有可能會造成 沿用原廠零件安裝上的失誤 所以這些都是很不必要的一個麻煩 所以KT的話 車友們不用擔心這樣的問題 KT的話在KMRI來說 我們前面後面都有附上座 所以在安裝上 技師來說就很方便 那也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前面 避震器調整的方面 前面的話阻尼要調整更簡單了 我們把引擎是打開 它的避震器上座就在這裡 往順時針方向旋轉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還蠻好做 阻尼的調整 哈囉加選 下午要 下午有耶 我們今天下午還有預約車輛 所以加選 你如果要調整避震器的話 再跟我預約 我們再時訊聯絡就好了 這個是KMRI KMRI的前面阻尼從這裡來做調整 那不論是道路版或者是競技版 我們KT的阻尼一共有30段可以調整 所以調整的秘訣 第一個重點 剛剛直播 剛剛上一台車好像有介紹過 第一個重點要針對胎壓 那胎壓的話 在像這個日系車 在駕駛座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 原廠都有一個貼紙 上面的話 就會建議有一個胎壓的數據 像KMRI的話大概16吋 16分17吋的話 原廠大概建議32-33psi 所以胎壓的建議 如果裝的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胎壓達到39-40 超高標 也還好只是回饋會比較直接一點點而已 但改裝避震器不行 改裝避震器的話 了不起多個2或者3psi 就已經平臨上線了 所以第一個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建議車友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胎壓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我們就照原廠給的建議值打就可以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 左邊跟右邊的阻尼一定要對稱 這邊假設調16段 那另外一邊就要調16段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一致沒有關係 前面的話16段 後面的話要調10段 20段都可以 所以調整的重點就是 左右邊的阻尼一定要對稱 前面的話其實還有一個特別 在安裝時候的重點 但這個重點講的是給技師來聽的 因為一般車主的話不太會去調整這個東西 像前面它是一樣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可是前面的避震器的作動 不只負責上下來 它還得一樣負責轉向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它比較容易會送脫 所以在安裝完畢之後 除了用KT鎖附的一個板手工具鎖緊之後 建議計時呢 稍微再往這個切線方向 再把它敲緊一點點 因為前面的話 萬一鬆托的時候會有造成 遇到坑洞會有扣扣扣的聲音 所以前面 一定要特別把托盤的緊度 要再特別鎖緊一下 那這個用料也很好 這個是6061的鍛造鋁材 所以它是鍛造的不會因為 太大力的敲擊而損壞 所以就盡量要把這個托盤把它敲緊 像這個部分的話 有可能車主的話 如果比較熱血的話 它前輪定位的角度 就有可能會做得比較趴 那像這個KT在設計的時候 前面的仰角上部的螺絲孔 它是做一個橢圓孔 可以做微幅 大概一度半左右的微幅Camper的調整 所以這裡的話也都是做可調的 那如果這樣的Camper角度還不夠的話 也沒關係 我們上座的話也可以升級 或者是針對有需要的車主 改裝、加價、購買我們的魚眼上座 那KT的話 這台車我們也有魚眼上座的版本可以試乘 這台車我們有2.4升的還有3.5升的 都分別都有試乘車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在網路上詢問也好 或者是聽車友的口碑也好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很客觀 最棒的選擇BG的方式 最客觀的還是得找實車來做試乘 因為每個人的改裝背景條件不同 那每個人的需求也都不同 實際實車來乘坐的話 是最棒的一個比較方式 那除了實際乘坐之外呢 還有要比較BG的工廠 是不是有辦法針對日後 要做維修啦或者是售後服務等等 都是一個BG選擇一些評比的重點 因為BG現在超級競爭 所以車友們也建議大家多多比較 多多試乘 一定在BG選擇上來說一定都是好事 那以上是今天CAMERY6代 這一台是6代2.0升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CAMERY6代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